这里有一个桌子 也就是在这个矿区里经常能见到的这种框 这个是礼堂座椅的那个座位的面 这边有一些应该是分类放置物品的小格子 上面依旧是这种板牌 所以这个不是一间库房 这原先应该是个办公室 后面还有放物品的柜子 隔出的这一小间有可能是个值班室 里面依旧是大量的杂物 这个门已经开不开了 被堵住了 这个墙上有一些粉笔字 这应该是他们当时工作时候的一些术语 有人看得明白这个在煤矿的工作中 具体代表了什么意思吗 评论区得告诉我一下 继续 在地上还遗留了电视的部件 来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 比较简陋的屋子 这里面依旧是这种展板 上面写着网景地面供电系统图 这个展板的表面已经老化龟裂了 很多信息已经看不清楚了 可见真的是年代久远 这个房间的墙面上贴了很多报纸 所以应该不是一个单纯的办公房间 应该有人在这里住 这个地上还有一只女人的凉席 这个在当时应该还算款式比较时尚的那种 这个有故事的房间 继续镶嵌 这个房子看起来年代感也非常久远 进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种特别老式的西顶灯 里面的杂物很多 有很多的木箱子 然后地上还有这种线缆 包括这里还有很多的麻袋 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还有一个音箱的面板 一些装原料的金属桶 这里依旧是这种排版 电器设备排版 应该又是一个办公的地方 但同时也兼具了仓储 看这里有非常多的这种元件 全都是一样的元件 应该原先这个地方就是用于存储 并且分配这些元件的 有的房间顶都已经塌了 这底下依旧是一些柜子之类的 堆放了很多杂物 它这个两个大的厂房是连着的 经过一个小院 这里有个很小的门 这边整体结构看起来差不太多 这个是那个很老式的暖水瓶 就是堆放了很多的杂物 看一下 这个厂房的结构稍微复杂一点 这旁边还有一件 就是一小间 听说很多木板 这边有可能原先有人在这居住 这边有个桌子 这边可能是个被放倒了的柜子 依旧是房顶都已经漏了 本体不是很结实的样子 这旁边的屋子 依旧有顶部大面积的破损 再看旁边这一小间 好暗 这地方很多加固用的金属粮 它都已经被削掉了 可能是被拿去卖费铁了 看一下这上面 这个加固用的工资钢的这个金属粮 也是到这就断掉了 这才是真为妨 真的是废弃之后 能卖钱的东西基本都被带走了 这是最后一间了 这个原先应该是有一些机械设施在这 地面有凹槽 以及有几个房间 里头都是些比较常规的杂物 这里原先应该有体积比较大的设施 所以在拆走的时候 得把这个墙凿出一个大洞来 才能运得走 这个有可能是某种大型设备上的金属件 这里有很多个这样的布件 还有一些线缆 就这么丢弃在地上 这边的金属台阶是被整体拆掉的 它是通向后头那个桥的 我们来到前面那一片去看一下 这个厂区的整体布局实在是很复杂 在这个桥的下面还有一些平房 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有可能是这片厂区里头 年代最久远的房子 因为它不是砖盖的 它是用石头砌出来的 可以清楚地看到 就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房子 那么相应的这个房子 整体的稳固程度可能要差一些 可以看到身后这个屋顶 已经很大一块面积都已经塌掉了 没有塌的这一部分 是有一个金属房梁的这么一个加固 加了一条工资缸 然后一直延伸到屋顶 加入了这么一个金属的房梁 这边也是工资缸 这个房子里头有两个框 这上面写的是井下供电系统图 依旧是在这个厂区里 比较能常见的这种展板 这里还有一个 上面写的是延二基电设备排版 依旧很多的这种小的吊牌 这个依旧是当时的Excel表格 杂草长得太茂盛了 这个 走不过去了 这有一个嵌入到墙体里的这么一个金属架 好像可以当作必处来用 这边 这个房间里头遗留的是大量的矿工的用品 框和一些工具 这个房间就不进去了 感觉非常的不结实 这有一个小的库房 在外面堆了好多的拉子 一丢下来的物品还比较多